各位討拍的觀眾夥伴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今天的影片自習室囉 前面兩集我們分享了長短鏡頭的拍攝方法 以及利用門這個元素的拍攝方法 那今天我們就跟你們分享一下三角形的拍攝方法吧 各位夥伴 三個人同時出現在同一個畫面 你們會怎麼拍攝呢 我們當然也可以運用分鏡來個別拍攝 但我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如何運用三角形站位完成在同一個畫面的拍攝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今天為你們安排的小劇場吧 你怎麼知道那個阿Q啊 那口罩就買四樓的啊 一直還要買一直還要買 真的喔 真的假的啊 那口罩就買了阿Q啊 那你就要四樓的啊 一直還要買一直還要買 你怎麼這麼說呢 你也太誇張了吧 不要吵讓我來解決問題 那我就解決了 好 那麼在剛剛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 原本我跟小女生在畫面的左右兩邊談話 而口罩男從中間闖入 就形成了三角形站位 那我們這樣子安排 也是為了讓你們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在他身上 那第二個畫面雖然是我跟口罩男在爭場 當我們把小女生的位置換到三角形站位的頂點位置上 那你們的眼睛也一直很難從小女生身上離開 這也是我們想要讓你們把注意力 一直集中在他身上 那剛剛兩個畫面是我們分享給你們三角形站位的拍攝手法 小伙伴們 你們如果劇情需要可以參考我們的拍攝手法 運用三角形站位幫助觀眾把注意力集中在三角形的正中間 好了 那這次的影片自習是分享的就是三角形的拍攝手法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打開小鈴鐺 想看我們拍攝什麼樣的影片 記得到這一邊來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Yeah 那我們在三角形中討拍吧